发现火灾时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不是灭火,不是逃生,也不是报案 大家好,我是茉莉芬芳 台湾不败女神林青霞 凭借着穷瑶电影《窗外爆红》 尽管早已经洗影28年 67岁的她 依旧保养得很好 依然是许多人心目中永远的女神 今年7月,传出她位在香港 飞儿山价值42亿的豪宅发生火灾 经过8小时才扑灭火事 所幸,当时林青霞仍不在家里 无人伤亡 日前,林青霞写专栏还原事发当晚 林青霞表示 火灾当下和家人在船上 女儿刑爱玲突然向她哭诉 用人把猫关在房间 她当下很困惑 这有什么好哭的呢 疑问之下,才得知家里失火了 看到豪宅被埋没在熊熊烈火之中 随即报警女儿安抚说 我们应该感恩 一家大小,祖孙三代都在船上 一个都不少 确定用人和宠物都平安无事 才放心 发生火灾时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呢 我们先来做一个求生水塘烤 某天你在家中躺在沙发上看电视 突然闻到一股焦味 你走到厨房发现了阵阵烟雾 定睛一看 垃圾桶竟然烧起来了 这时你会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呢 A. 立刻拿灭火器灭火 B. 赶紧打119报案 C. 立刻冲出去大门逃生 D. 大叫失火了 E. 找湿毛巾捂住口鼻 末日凌晨 一间两层楼的吊虾厂间住宅发生大火 消防人员抵达现场时 火蛇已经从一楼窜出 接着两层建筑全面陷入火海 一家四口 紧屋主逃了出来 他的妻子和两名子女 则不幸丧生火枯 这事发生在2016年11月的火灾事故 屋主破旧 他的三个家人却不幸罹难 原来屋主一开始察觉火灾时 他第一件事就是先用水灭火 发现灭不成后 竟然又跑到屋外找人回来帮忙 当屋主返回时 悲剧已经亮成 为什么只有屋主逃出 而其他三人却罹难了呢 你做的第一件事 决定生死的结局 在往下读之前 你可以问问自己或身边的人 发生火灾时 你的第一件事会是什么 这个看似基本的问题 每个人的答案竟然都不一样 确实本文开头 求生随堂考的每个选项都应该要做 但到底哪一个要放在第一呢 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与价值在于 别等到真的遇到火灾 才在一片焦慌中思考该怎么做 一步错步步错 这个答案可能就决定了你生死的结局 接下来逐一来解析 许多人选择先灭火的想法是 火势成长非常快速 不赶紧把握时机扑灭小火 火势扩大就来不及了 问题是 你当下能确定眼前这把火 是怎么烧起来的吗 是电器设备 油类 纸类 还是其他东西呢 又该用什么方式灭火呢 有灭火器吗 你家中有灭火器吗 知道怎么操作吗 如果没有灭火器 该用什么来灭呢 棉被吗 要从厨厂室搬出来吗 用水吗 拿脸盆还是水桶呢 要装多少水 装满水浴计花多少时间呢 需要从火源到水龙头来回几次呢 这段时间里火势会变多大呢 如果灭火后 火依然没有熄灭 或变得更猛烈 这表示刚才的灭火方式无效 那么接下来要继续想别的办法吗 上面这一连串的问题就是你要面对的 从前面的案例来看 如果屋主发现火灾的第一时间时 就先叫醒蹊跷 那么这个天人永隔的悲剧势必不会发生 灭火是一门专业技术 如果仅凭本能冲动灭火 将可能错失自己或他人存活的机会 选择先报案的想法是 第一时间应该赶快通知消防队来处理 不然延误报案 火势扩大 谁来负责呢 来看看几则真实的火警报案对话 这里地址已经改写了 特别挑选了报案当时正在火场内民众的录音档 请特别注意民众报案时所说的话 和你原本想象的有什么不同 消防队说 119消防局领好 麻烦你快点 凤刚这快点 在哪里 快点快点 整间烧起来了快点 119消防局领好 这时候现场有杂音 喂喂 我们家着火了 请问地址 中校动路二段 119消防局您好 119我们家发生火灾了 在什么地方 高雄市凤山区 可以发现 当人现火场时 在极度惊恐紧张 生死交官之余 很难清楚向电话 另一头的消防人员说明状况 甚至连地址都讲不清楚 此外 如果人还在奋力摸索逃生 或已经踩低姿势 假如同时一手持电话报案 一手支撑爬行 不仅减慢逃生速度 报案过程也必定断断续续 甚至严重影响火场中的判断和行动力 3.先逃生吗? 选择先逃生的想法是 生命安全优先 眼前的火灾搞不好 一下子就让你魂归西天 应该立刻逃离现场 发现火灾立即不顾一切逃生的结果 就是你可能会遇到另一个更尴尬的场面 当你逃出火场 消防队确认是你家失火后 接下来会问你 火场里还有没有人? 糟糕 我一紧张就拼命逃 忘了我的谁谁谁家人还在里面 你可能会觉得这太夸张了吧 怎么可能这么迷糊呢? 但我们必须认知到 当人面临生命威胁 极度惊慌时 这种状况在本能的驱动下 是很有可能发生的 2009年3月末日下午 一栋两层楼 专造老房子发生火灾 当时父子三人在家 发现火灾时 父亲一心急着下楼逃生 五岁小儿子健壮也跟着下楼 留下一位六岁大的儿子还在火场 消防队赶到时 二楼已经陷入火海 消防队花了二十多分钟将火势扑灭 但二楼已经全部烧毁 而未能逃出的六岁大儿子 最后被发现浇湿 沉湿房内 父亲事后不断伤痛懊悔 应该先救孩子才对啊 或许你会问 难道不该灭火 不该报案 不该逃生吗 不是不该 而是因为火灾的每分每秒都在和此神八合 所以各项行动都有先后次序 发现火灾第一件事是市井没有里外 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大叫三声 失火了 为什么这样做 因为你发现了火灾 但其他人可能还在睡觉或在其他房间而未发现 前面提过 造成火场离难的原因有两个 第一是发现火灾太晚 第二是应变行动错误 而大叫的目的 是为了通知屋内所有人 让正在熟睡或不知道火灾发生的人提早发现火灾 多争取一些应变时间 接下来才是灭火 报案 逃生或避难 因为如果太晚才发现火灾 到时任何应变行动都来不及了 要记住并做到 发现火灾时 快大叫三声 失火了 其实这并不容易啊 因为这不是一帮人面对危险时的首要本能反应 平常若没有练习喊出来 惊慌失措时 人会依赖本能行动 防火防灾教育应该从小做起 幼儿的能力有限不太可能做到灭火 报案或独立逃生 他们本来就是避难弱者 因此我们应该教会他们的第一个火灾观念 就是学会示警 从日常就培养他们对环境的警觉 只要看到火 不管是不是火灾 立刻告诉大人 2016年5月末日上午 一栋三层楼的透天房屋发生火警 在三楼的五岁小男童最先发现二楼后方杂物间不断冒烟 他赶紧跑回房间大喊 楼下失火了 爸爸立刻打119 同时隔壁房间的叔叔婶生赶紧拿灭火器到二楼灭火 虽然最后没有成功扑灭 所有人躲回三楼阳台本带救援 消防队迅速抵达现场 全部安全脱困 但因为第一时间就及时示警 五岁小男童可救了全家人的命啊 所以求生随堂考的答案是 第一 大叫失火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